傳說只要有拍戲的地方 鬼靈通常都會出現 因為鬼都很喜歡娛樂 鬼都很喜歡看別人演戲 而且電視城裏也有不少出現鬼魂的傳說 以及真人真事 一些長期都接不到陽光的地方 鬼靈通常都會在那裡聚集 今集就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電視城的古裝街教堂 看一下孤零人士 有否看到一些普通人見不到的東西 好,相信各位觀眾 從小到大看電視 都一定見過古裝街 古裝街裡有一間教堂 搭了一個教堂的景色 今天我們去古裝街的教堂靈探 好,我們進去吧 好,打擾了 打擾了 打擾了 哇 哇 其實古裝街我來過 都拍過東西 但這間教堂 我真是第一次來 沒見過 還有今天呢 道具組呢 都在這個教堂裡面 就 收了一本的聖經 那我就要嘗試看看 可不可以找出來 因為傳聞中 教堂裡面的鬼呢 他們不單止是 會念聖經 他們是會背得很熟的 他們很喜歡聽 所以看看待會 我唸的時候 會有甚麼感受 有甚麼反應 真的整個教堂都搭出來 它連牆上面的經文 都掛在這裡 哇 糟糕 真的有個棺材在這裡 哇 我沒有看著 我半天時間進來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 真的別說不害怕 在我們電視城裡面 尤其是影視業 有個公開的秘密 也知道就是 當你拍攝 如果要拍死人 上鏡做死人的話 一定要收利是 那今天 我就沒有收利是 我一定… 我一定不會扮死人的 哇 想說剛剛呢 一進來的時候 聖母就是 一棟黑色的東西 在這裡 它外面有一點光 哇 嚇到我 樣子都看不到 一棟黑色的東西 站在這裡 其實都挺… 真的挺逼真 雖然這些全部都是景 但是… 你不說經過 真的… 真正的聖母 真正的教堂 咦… 我們又看看這邊 有… 第二間房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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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進來就知道 這裡有個… 有個頭在這裡 好嗎… 是一個… 耶穌的象 而已 嘩… 這間房間 現在都放滿了這些雜物 也有很多這些… 其他象的道具 那些鬼呢 為何電視城這麼多鬼 就是因為其實鬼很喜歡 看人家演戲、拍戲 而且這些廟宇、教堂 也有很多靈體 因為靈體也想在這個地方 馬上有些功德 教堂已經多了 電視城也多了 所以想想一個電視城裡面的 假教堂 是否應該更多 是否… 你見到嗎? 他只動了 對…我記得有的 我們還有三人門的 但是… 現在的門是打開了 是否大風呢 會不會有些朋友在上面 看著我呢 看戲這樣看 我剛才上來 我在這個位置 我看到那個象的時候 我真的… 感覺到… 我是… 馬上打爛了 雞皮 很… 很涼、很陰 不知道為甚麼 然後我剛才看到這個位置 我也不敢走過去 有一張椅子是這樣… 打… 打掉了 扑著在那裡 看看聖經會否藏在那裡 好… 剛剛開了一部靈探機 看看這個位置 會否有甚麼感應 如果有的話 應該會亮燈和響一響 喔… 是一個露台 這個就是… 應該是假堂上面的露台位 這個位置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他古裝街 其他大廈 其他位置 其他一些景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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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自己露了也看到 對 剛剛我也在說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點奇怪 就是因為… 我上來的時候 我以為只有這麼多 我不知道 這裡有間房間 我看到這個位置很黑 剛剛很骯髒 很骯髒 我也覺得有點… 不妙 好像有點骯髒 對嗎 其實現在這扇門 它又不會關 假設有風 的話它會關 但現在又沒事 那為何媽媽會關得這麼快 剛剛… 剛剛是真的假的聲音 等等 那些不是骯髒 是樣子 對 對 那些是… 應該是畫了那些圖像 那些圖像 那些圖像 聖母的樣子 嘩… 我剛剛第一眼還要是… 畫了久了 有那些積積 那些積積的東西 嘩…原來是這樣 對 還有就是說 現在門都沒事 剛剛我上山 沒有上山 還在 就是… 我現在是感覺到很大風 很濃 但是門都沒有關 不知為何 剛剛 我們出去了之後 對 他真的等著 我們最後一個哥哥 出去了之後 突然很快就霸霸了 不知為何 是不是想 鎖我們在外面 不想我們進來 唉…我可以 在這個位置看到下面 其實… 這個景色真的踏得很真實 連那些吊燈都齊了 現在看到那邊 整個都是… 清楚看到剛剛那些圖像 那些天使在看著下面 其實真的挺恐怖 因為現在是凌晨 這些時間來 那我們到下面 我們繼續 玩一本聖經 先看看 一本聖經 在哪個位置 背著的時候 不知道他會否看著我 就是… 我現在也看到他 有時候走的時候 都不知道他會否 經常都看著我周圍走 好像… 她的眼睛在我那樣 喂…你們不會 藏在棺材裡面的嗎 很害怕 開不開到的 先看看怎麼開 我猜應該開不到 應該是道具來的 那也好些 我不想在棺材裡面 找到一本聖經 但我… 我也害怕 好… 不如給點顯示吧 大概是哪個位置 那本聖經 收起來吧 就是這一層 這一層的 OK OK 這裡開不開到 有沒有東西開呢 這個 開不開到 有沒有東西開呢 好,我很辛苦終於找到一本聖經 我現在會在這個位置大聲朗讀 這篇是關於驅磨、驅邪的章節制 好,來了 故此你們要純福 無必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逃跑了 你們要純福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那要結證你們的手 心懷疑的人就要清潔你們的心 你們要仇苦 悲哀 哭泣 將喜笑變作悲哀 就是你,聖母 不照你 但我這個位置 好像真的和我四母相同 好像真的看不著我讀一篇 這個位置 好可憐 我讀完 完結了 好嗎 好,好 好可憐 好可憐 我跟平日的教堂是很不同 以往我都有去過一些教堂 平日去,一般都是婚禮 或者是主日崇拜 去過那些環境 我會覺得很溫馨 或者很有安全感 會覺得好像有東西在保護我 但今天來到這個教堂 不知為何給我感覺很詭異 一來是因為現在晚上很暗 還有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真的教堂 而是電視城裡的一個場景 所以就給我感覺很不真實 還有有個棺材 因為明天聽說是有另外的拍攝 要用這個棺材這個道具 他放在這裡就為這個環境 增添了更加神秘和不寒而律的感覺 還有呢 不知現在看著這一排椅子 雖然他現在是 完全是空的狀態 不可以說空,是吉的狀態 但是不知我看過去 會覺得好像坐滿了人 今天呢 製作組就要我進來 即是類似練一下膽量 就看到我手上有一枝蠟燭 Sorry,小了點震 我就會拿著這枝蠟燭 就會去哼一首歌 而那首歌呢 就聽家晴說 音律是跟我們平時在喪禮聽到的 那些音律是很相似的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相傳平常人平時未必可以這麼容易接觸到靈界 但如果你化妝化成鬼似的 靈界的朋友可能會誤以為你是他們的一份子 反而這樣會更容易讓你看到他們 甚至會和他們溝通和交流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就化了鬼妝 除此之外我們就會挑戰在這個圈裡 跟大家說兩個鬼故事 而這兩個鬼故事是真人真事 發生在我們劇組裡面 你很想望著,你的樣子很恐怖 好像那些七孔流血,扯和死的人 其實不是說鬼故事 我現在就這樣聽你說 看著你的妝容會覺得很恐怖 是嗎? 是的,你收了利是嗎? 收了什麼利是嗎? 甚麼?我們怕鬼或出鏡做鬼故事 我們要收利是嗎? 導演,你沒有跟我說,為甚麼沒有? 你稍後剪輯,我問他拿回 聽家晴說,鬼是不分日頭或夜晚都會存在的 為甚麼人特別會在夜晚而撞鬼呢? 可能因為我們夜晚比較疲倦 這個故事其實就發生在我們拍 《找鬼入電視城》的第二集之後 有個工作人員回家時遇上的 過晚其實是凌晨三、四點 拍完工作時工作人員就坐車 駕駛車回家,在他家停車場的時候 停在那裡的時候,他看到他的車在對面 車子不停在那裡震 那他那時就心裡在想 會不會是裡面有人在做成人活動 看清楚,發覺車裡面是沒有人的 就立即擦一下一隻眼 當他再睜大眼看多一次的時候 他看到有五、六個身影 疊著,在動來動去 就是這個時候 他聽到後面有兩個小朋友的聲音跑過 他立即就向後看 因為他覺得已經是凌晨三、四點 不可能有小朋友出現 那當他轉頭向前看的時候 他看到駕駛座那邊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這樣看著他 他就立即閉上眼 連經了他所有色的經文 全部背出來 過了一陣,才恢復正常 到我了 大家都知道,那些鬼是很喜歡他人演戲 所以這個故事又是發生在我們的劇組裡面 原來那些廁所都真的很多鬼 那這個工作人員的朋友就告訴我 那天在公司下班之後 因為已經凌晨,很晚 他的朋友都先走了 他的車還未到 他還說急了,先去廁所 他一進去的時候 已經看見廁所的燈不斷斷 他覺得不對勁 因為他知道那些燈很閃的時候 代表已經有一些鬼在前面 走來走去 他撞了撞膽 他看了一些時隔 全部都打開東西 應該沒有人在 他就不理 照顧進去 他走到尿兜那裡 準備柯尿的時候 突然之間聽到 他背後有些人說話的聲音 他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但他聽到是兩個男人的聲音 一些鬼識例的聲音 那時候他很害怕 他心想,沒有理由的 明明剛剛查過廁所 一個人都沒有 他跟自己說 不怕的 你是鬼,我是人 河水不犯正水 他趴趴去安療之後 出去洗手 他洗手的時候 都等著倒下頭 不敢看鏡 就在這個時候 在他左邊的耳朵 聽到很清晰 有些男人的聲音 哈哈哈哈 他馬上手都不洗 就跑到廁所外面 老師說完了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感受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些 我覺得整個人 馬上很動氣 起雞皮 不過話說 聽Jessica和家晴說 其實電視城的鬼 是很喜歡看人拍戲 甚至有些都很願意上鏡 而且他們其實都很聽導演說 所以其實我們在拍這個線之前 我們的導演 是對在場的靈體 是講了一些指示 嗯 所以 在看這個節目的家庭觀眾 如果你們當中 有些是高靈人士 或者是有陰陽眼的話 此時此刻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後面 是有很多的靈體站在這裡 可能我看到我們突然之間 當我的觀眾 圍著看我們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位置我覺得 有點奇怪 剛剛我上來的時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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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背面這樣看 其實現在可以試試看那邊 就是那些是假的 那些玻璃 但是 可能現在也有時間 除了那些燈子這樣照進來 也有少許顏色 是真的看到 都很恐怖 嘩 其實也挺討厭 這個官網 在我們影視界裡面 也有一個公開秘密 就是說 如果 演一個死人 就是如果你上鏡了一個死人的話 都一定要收一封禮事 在裡面 我走了那麼久 其實景色都很逼真 真的很像一個教堂 但是當一叫咳 走出來的時候 看回這裡那麼多的 這些景色 你會很想起 其實都是搭出來 都是隔離 不知道這裡的鬼又怎麼想 我看到不想起 在那裡 他已經進來了 因為